再次 小朋友 高大哥 高大哥 你刚才那话挺有意思的 怎么有意思 你说 主席啊 您别多想啊 多保重 您又让他别多想 又让他多保重 他一看就是个心思重的人 您越不让他想 他就越想 这越想啊 就越没法保重了 所以说 早知今日 他当初就不应该跨出这一步 现在后悔也晚了 还有 那刚才在床头啊 你也是够觉得 让所有的高官 把自己的私人存款拿出来 那院长当场就把你给拒绝了 你让他们拿钱出来 为政府买单 那我比哥他们肉还疼啊 所以说 这栋楼非夸不可 不是被外力推倒了 而是被自己人挖空的 高大哥 你敢真敢说啊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无非是发个牢骚 只要你不告发我就行了 你会告发我吗 我吃饱了撑的 高大哥 那这病人怎么办啊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对了 我听说霞飞路有一个四镇餐馆不错 走啊 我请客 算了 我还是找个小酒馆喝两杯得了 那今天的事就算完了 老弟 拿多少钱就办多少事 明天见 明天见 你疯了 你真以为上海的这本人死绝了 肆无忌惮大摇大摆的 我怕什么呀 我头上这么大一顶保护伞罩着我呢 去见汪大嘴了 怎么样 死没死吧 死都没死 不过也不怎么样了 你还别说 我真是头一回见这样的男人 说着说着就流眼泪 来 看看 我这新车 怎么样 看车 带你去一个地方 有纯正的日本妞 老猪送你的新车 还外带日本妞 老猪对你不错呀 狗屁 他刚给戴老板打电话告我的状 戴老板跟我说了 叫我别闹妖娥地为难他 但是我不为难他 我心里不舒服 你说怎么办 你帮我想个主意 这还不好办吧 开始他送你的新车 带上几个日本妞 老猪以你的名义满上海转勇 日本人马上就知道了 老周啊 就怕这一点 到时候都用不着你动手 有点意思啊 上车 老周 来来来 你们都坐 苏北和江南的新四军 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出击 向日卫军发起反攻 日卫军完全没有了嚣张气焰 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啊 这可是杀招啊 王精卫现在内外交困 病入膏肓 这对他又是一个坏消息 如果每天都有这样 源源不断的坏消息 我估计他的命啊 也快到头了 这是他咎由自取 他对国人欠下的账 该到清算的时候了 今天我碰到司马空了 周怀海和军统的勾结 可以说是到了 明目张短的地步 可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打压 还是一如既往啊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 节节败退 欧洲战场英美联军 在诺曼底成功登陆 苏联红军在东线 也展开了大反攻 发起司的末日就还到了 所以周怀海犒赏重庆 这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司马空啊 还算是有点良心 我让他到外面去四处招摇 目的就是 打探一下周怀海的底线 还有日本人的反应 一个司马空就可以让周怀海 疲于奔命 只要他分心 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办成了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 新四军活动频繁 上海附近的新四军幽击队出现了 那你为什么不派兵去围剿 兵也不足 士气也不高 清水军 你记着 你可是担负着整个上海的安全 你是吗 我知道了 共产党居然从苏北和江南一带 全面反击 专手为攻了 小军 整个沪宁航地区 我们只有两个士团 其余的部队全部掉到华中去了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所以我没有同意 裁撤保安军的提议 沪宁航这一带的安全 还需要他们去维护 再说东京方面 也没有同意汪警卫 缓冠贷款的要求啊 这就像是气压高 你挤得紧一点 总会能挤出点钱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将军 有人看到司马空 在大街上 捞制两个日本女人 招摇过时 贤民队觉得他太猖狂了 要把他抓起来 你给周院长打过电话了吗 我给周院长打过了 他说司马空 不会这么淡达妄为的 一定是那些人看错了 那就按照周院长的意见 我们不理睬他 将军 刚存军 有件事情 你可能不知道 清水军在苏州 抓获了一个国民党要员 吴在心 我们没有关押他 反而跟他谈判 让蒋介石霸占 共同对付共产党 这我能理解 帝国是想从 中国的战争泥潭中爬出来 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周淮海跟重庆有来往 早就在我的掌控之中 如果是在两年前 那只有一个字 对司马空就是杀 但是现在不通了 我们要股权大局 对这件事情就放手吧 当然 对共产党坚决不放松 我明白了 将军 我通知县民队 我们只支付你 别了 别瞅你出的那馊主意啊 不是我说你 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我老老老俩日本 俩日本人 喝酒上歌 绕南京路好几圈 裤兜比较揣俩手来 愣什么用上 你这么大摇大摆的 最着急的应该是周淮海啊 他没找你吗 他倒是派人来找我来了 还跟我说什么下不为例 我 他以为他是谁啊 日本人居然能够容忍你 这么肆无忌惮 几年前他们还花重金 买你人头呢 这倒是为什么吗 是眼下的形式不一样了 如果我估计得没错的话 日本人肯定和重金方面 也是高高大大的 不信的话 你换老郑上街试试看 不出一分钟 马上把他抓下来 不是 这就是你说那什么测试底线啊 这还不是底线 四马公 你还要帮我一个忙 汪精卫住的那家医院 你应该知道吧 嗯 今天晚上十二点 你把你裤兜里的那两个手雷 扔进去 再放几枪 然后留个字条 就说是你干的 行 没问题啊 明天等着听新闻吧 你想让他去刺杀方经卫 医院里戒备森严 他是没有机会下手的 我不过是让他去吓唬吓唬 要知道 有些人不是被杀死的 而是被吓死的 而是被吓死的 他今天晚上去开枪 我明天早上去送坏消息 我就不相信他还能受得了 他的死机也该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王主席昨天晚上在医院受到了惊吓 两次昏了过去 如果不是医生及时的抢救 就很危险了 我听说是军统司马空干的 你找他问了没有啊 我问过了 他承认是他的手下 可他说他并不知道王主席住在这家医院 他不知道也不能袭击日军的医院哪 这不是给我惹事儿吗 他说是那两个日本女人放了他鸽子 他的手下一计之下才干的 他当时喝多了 纯属推脱至此 他是存心找我难堪的 进来 队长 好 你先下去吧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财政解决的方案 你们到医院直接向王主席汇报 不过有一点要记住 简乐观地说 不要说悲观和失望的 他是个病人知道吗 院长 这种事儿还是您去比较好 我们怕是不能胜任的 你也是元老级人物了 你也在王主席身边工作过嘛 你们去我放心 去吧去吧 院长 如果是这样 就不如改天吧 没必要这么着急 不是我急 是汪主席急 他昨晚昏迷过去以后 醒来第一件事 就追问这件事 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困难 汪主席的心情 你们难道不能理解吗 好吧 我们这就去医院 去吧 去吧 是什么情况 今天怎么加了这么多警卫啊 您是真不知道 还是庄不知道 昨天晚上军统行刺 折腾了一晚上 哦 所以周院长 让我们报喜不报忧 他是怕再刺激了主席 这个财政窟窿是越来越大的 日本逼债又是寸步不让 共产党新资军在各地开始反过 除了周院长的睡警团 其他的部队啊 都在欠想 开始大量逃亡了 说远的 日本海军几乎是全军覆没 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 但日本门徒啊每天都被轰炸 咱们这边呢政府高官都在忙着 和重庆拉关系 这就是一个四面楚歌 重判清理的现实 哪有什么好消息啊 都是坏消息 哦 医生您好 您好 病人等着要见你们 他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 我们本来不愿意让他见客 可是他心里十分恐惧 非要听你们的回报 所以请你们进去以后 千万不要刺激他 说话时间短一点啊 帅飘 你进去汇报 我在外边等着 人多了会影响他休息 你说是不是 我汇报什么呀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 他是最高领导 他应该知道实情了 是 秘书长 你可真够 行 我去汇报 辛苦了 我怎么办 我今天给你们做了 你怎么办 一吗 你倒是吧 你不把头我们打得不好 你只要把 hacia哪儿 你不是说也要对 优优独播剧场里面 十年前 你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 我替你做个报告 那时的你真是神采飞扬啊 可如今见你 老喽 老了二十岁都不止啊 怎么样 你们汉奸的滋味不好过吧 汉奸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曲线救国 懂吗 曲线救国 我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我帮助掩护过你们 又给你们提供便利 怎么说也应该给我这个面子吧 要女人 还要日本女人 然后公开招摇过市 这还不算 昨天晚上 你们甚至烧了日本医院 到处瞎折腾 一旦把日本人激怒了 后果严重 我想保也保不了你们的 我怕个屁啊 反正有你挡着呢 如果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了 我第一个就把你供出来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我怎么好心就没好报呢 少废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是吗 日本人败局已定 你无非就是想踏上重庆这条顺风船 但是你别忘了 有些事你既然做了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的苦衷啊 没有人知道 当初我也是受汪精卫的蛊惑 这点你们代老板最清楚了 前两天我母亲去世 代老板亲自批麻袋笑 替我为她老人家送终 所以啊司马空先生 有些事情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否则在代老板面前不好交代 放你妈的狗屁 上海抗战快七年了 多少生机死在你手里 现在失去部队了 你就想摇身一变 做梦 这种 就是不要脸 血压多少 低压体质工压院 饮食怎么样 医生 赶紧进去吧 主席又吐血晕过去了 赶紧 赶紧赶紧 饭湯 怎么回事 舍僑 这么快就完了 什么完了呀 我照您的调调给他汇报 说了还不到一半 他就一口鲜血喷出来了 我就问他 主席 您还能坚持听下去吗 她就问我 这坏消息还有多少啊 我说说了一小半轻的 一大半重的还没讲呢 他一听我这个话 两眼一翻 晕过去了 真够可怜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直跟她说 面包会有的 粮食会有的 可是无论我怎么说 她都往坏里想 现在 病毒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精神问题 现在上海的医疗条件跟不上 我建议立刻转送日本 不过到日本 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去给采参将军打个电话 我说帅票 咱们别在这儿碍事碍小 回去吧 王主席又昏过去了 医院刚刚把她抢救过来 但医生建议 把她送到日本去治疗 她不仅仅是身体不好 更重要的是精神压力太大 在上海医院 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她的太太和她都要求到日本去治疗 那既然你同意 我就请军部安排飞机 让她到我们日本最好的医院 先在新太医院去治疗 好 就这样 将军 您是给派遣军总司令部打电话 刚才你们都知道汪先生的情况了吧 差点又过去 我得到消息以后马上就赶来了 我正想建议把汪主席送到日本去 那里的条件更好一些呀 这就是你的责任了 你明明知道汪先生的身体不好 精神压力过大 昨天晚上又受到了惊吓 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 到他那里向他报告工作 你这不是明明把他往死里推吗 将军 这是汪主席自己要求的 我还特意嘱咐了高正道和帅飘 可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应该亲自去 把事情推给你的手下 你这是不负责任 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决定 让汪主席到日本去治疗 在他走之后 由陈公伯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你原来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那么现在正式代理院长 好 我们现在就去王主席那儿 把这事情告诉他 了解一下刚才是什么情形 真香啊 这茶叶是神仙茶叶啊 还有多余的吗 这些都给您 新茶要等明年了 到时候我多给您弄点 真是太感谢了 老弟 这就是情意了 你让我怎么报答你啊 谈不上报答 只要您以后 对兄弟多关照关照就行了 好说好说啊 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怎么回事儿 怎么一进去刷人呢 把他给我抓起来 怎么回事儿 怎么一进去刷人呢 我刚从医院回来 他在王主席面前一片苦衣来 所以 苏政王主席病情加重 站住 慢着 月长 您应该说句公告话呀 我说什么呀 我让你们报喜不报忧 可是你们呢 报忧不报喜 不是 要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抓我 是我让他进去的 是我让他进去这么说的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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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队长 跟您没关系 是 院长是让我们报喜不报忧 可是我想了半天 实在是没有什么喜事 我只能如实禀报 我只是没想到 王主席的心理素质会这么差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 你这是胡说八道 怎么会有喜不能报呢 你垂心想击死他 那就请将军告诉我 哪一件是喜事 日军在太平洋战争获胜了吗 日军在中国战场获胜了吗 日军有同意减免债务了吗 哪怕只有一条 王主席都能高兴地 从床上蹦起来 可是真没有 他说得对呀 既然没有喜事 我也曾经向院长提议过 不要见汪主席了 可是院长坚持让我们去见 见了就是这个后果 你 院长 您是不是应该 负主要的责任啊 不你 那是汪主席自己坚持要听汇报的 他说了 不听他心里不踏实 你怎么 你怎么 把他放了 把他出去了 鱼子 你请坐 将军您是个明白人 其实病人呢 您只给他报喜 他反而更不安心 再说 他是政府主席 我们总是不能去欺骗他吧 所以呢 要不就不见了 见了就说实话 我们总不能去糊弄他吧 您说实话 可他这一见 汪主席并且就恶化了 汪主席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他不能倒下 他若是倒下了 影响力可是巨大的 谁也承担不起 你们明白吗 明白 大陈先生 将军和院长就在里面 您请 走 咱们走 将军 他早晚都会知道的 晚知道不如早知道 院长您说呢 我们已经决定 将汪主席送往日本治疗 他走了以后 由陈公伯和周院长代理一切 周院长以后 就是名副其实的行政院长了 将军 军部派来接汪主席的飞机 已经到了江湾机场了 我命离医院把汪主席送到机场去 由汪太太陪同飞往日本 现在就等您了 好 你们同我一道去机场 送送你们的领袖 你们的领袖 这有可能 这有可能 就是咱们建领袖的最后一面 苏妍 苏妍 老舅 汪精卫已经飞去日本住院治疗 现在汪伟政权由陈公伯周淮海代理 周淮海先期裁撤了十个团的伪军部队 省出军费来 用于还一部分日本人的债 现在 魏政权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敌人自己削弱了 对康尔来说是件好事 帅飘他又立了一功啊 市长 这小子真不简单 对了 我差点忘了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帅飘这些年的表现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完全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上级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 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啊 太好了 那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了 是啊 但是 这件事咱们先不要急着告诉他 上级指定你我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我想让你再找一个机会 我们俩跟他一块好好谈谈 日卫政权面临垮台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呀 放心吧 老郑 我知道该怎么做 帅飘 看什么呢 我在看这张储备券 十万元面额的 您见过这么大面额的钞票吗 汪主席走了以后 老周是大权独揽的 他可真敢折腾吗 一口气把货币贬值成这样 你没见上海的物价了 这十万块钱刚好买上厕所的手指 这可真是水深火热呀 我记得几年前 他曾经问过我 如何对付通货膨胀 我当时告诉他说 你可以发行一万面额的钞票 可是到了今天 他居然发行了十万面额的钞票啊 上海的叫花子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了 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这老周对付经济危机 好像只有货币贬值这招了 可是他替自己捞钱捞军队 他还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我听说他把裁掉的保安团 又都编进他的税警团了 难道他就不怕花钱吗 您曾经还是他的心腹呢 连这点把戏都没看懂吗 日本海军覆灭之后 他的空军也不行了 现在就剩下几百架飞机了 这个仗是肯定打不下去了 周淮海这点早就看明白了 后路他已经铺设好了 可他毕竟是个生意人 现在把自己的力量巨大一点 将来就有了交易的资本 你说得对 他永远都不是吃亏的主啊 来 师傅 队长 院长 刚刚接到从日本发来的电报 王主席病逝了 什么 王主席死了 他没去多久啊 他是因为肌骨肿瘤破裂 抢救无效 在日本鸣骨医院病逝的 是啊 临走前 王主席要求把遗体运回国内来 王主席病逝了 怎么你们都无动于衷啊 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他死了 一个时代就该结束了 看报 看报 看 看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日本病死 看报 看报 看成龙国和周华凡 等一下 正式分刃 请站 过来 看报 看报 这股东西终于死了 新世纪大酒店 走 王主席死了 这在我们的预料当中 但是没想到死得这么快 真是罪有应得 说是肌骨肿瘤破裂 其实就是被吓死的 这个变化 上街有什么指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 节节败退 在中国战场 也成了强弩之末 维政权的夸待 已是指日可待 但是 现在又有了新的动向 就是大批的汉奸 暗中投向重庆 而且 他们之间的勾搭 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他们共同的目标 都指向了共产党 我听说周淮海的税警团 居然把部队开到沪宁县一侧 向新四军发起进攻 真是可恨 这是戴笠的命令 所谓确保国道安全 日本人 日本人也乐观其成 这是他们在为将来做伏笔啊 所以 我们要摸清敌人的情况 掌握重庆和日伟勾结的证据 这也是未雨绸缪啊 你是想要帅飘做这件事 周淮海不可能把底牌告诉他 但是 有一个人可以办得到 司马公 来 吃啊 你们请客别老蹬着我呀 下筷子 下筷子 快快快 吃啊 司马兄 您这胃口可真好 可是你这动手不动筷子 我们怎么吃 我认识你 老周的内地嘛 对吧 台阵部司长 你 内阵部司长 行动委员会委员 啊 都是官啊 都来陪我吃饭 不光是吃饭 司马兄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幅石涛的山水画 这可是价值连成啊 对了 杨师长的是一对 汉语手足 也是千金难买啊 只要您点头 好 这些 就都是您的了 对对对 全你的 全你的 全都是我的 全你的 这也是我的 我吃过的 尝一口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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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甜一口 别客气 司马兄 司马兄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汪精卫死了 你们想找条退路 我一点头 你们游身一变就成了军统的地下工作者 对不对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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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秒的还想力赔吧 你们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我还要脸呢 彤哥 我还说请你去看西洋景呢 左等右等你不来 你跟着干嘛呢 我问过捕毛了 请你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瓜官 我就是一小秘书 我要进去了 不搅和你们了 别提这帮王八蛋了 提他们我就生气 走 换个地方聊吧 大汉间地墨村 刚任了浙江省长 就用了戴老板的手架隔骨光 任了警察局长 伪政权的军任部长鲍王月 他的副手也是我们军统的人 还有你们想不到的呢 周淮海请我任镇江行政专员 兼财政部警卫团长 这一幕一幕的呀 看得我眼都晕了 想起我一年前 还东躲西藏子呢 现在呢 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们 都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了 其实这很正常 他们现在不拉关系 等到日本人倒了 就彻底没戏了 我听说啊 陈公伯本来想投靠重庆的 戴里觉得他没什么用 就没搭理他 他自知前途无望 就天天迷恋声色 醉生梦死 真是一副上海群魔图啊 这老蒋他难道就不知道 他这是在收容汉奸吗 除了这些 里边还有什么内幕啊 你是核心人物 知道的肯定不少吧 设计的东西太多 有些话 想说也不能说 司马 喝酒 好了 喝酒 干杯 来 干了 刚才在屋里 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啊 司马空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人 他本来就是代理的新鲜 又是军统帅的 汪伟之泉的那些人啊 都想巴结讨好他 搭上重庆这条船 所以你没必要上杆子 他是不会帮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他帮忙 我们来在一起这么久 你的每一个表情 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也非常了解司马空 他知道你想问什么 可是他一段酒杯啊 就堵住你的口了 这就是态度 组织上想弄清日奖汪河流的内幕 尤其是对新四军的作战 我们想要拿到他们勾结的证据 这对我党今后的工作很重要 老郑说 我们还是需要未雨绸缪 司马空虽然一直跟我们走得很近 在上海这么多年 我们同上公司 他对共产党也不反对 可他毕竟是军统的少将 掉脑袋的事情 他是不会干的 走吧 带你去见一个人 你要带我见谁 去了你就知道了 高大哥 好 水漂 这位就是高秘书长 也是政务委员 以前是江苏省主席 后来被林氏群排挤下来了 高大哥 这位是邪书员 我跟你说了 您别怕 他是共产党 不过有件事 说起来倒是挺惭愧的 当年林氏群排挤您的时候 就是我怂恿的 而且给您安的罪名 就是通共 好 干得好啊 要不是你当初把我赶下台 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哈哈哈哈 细雨绵绵 多美丽的夜 在我心中 遥望夜空 遥望夜空 对你无限思念 你的笑容 依然在我心中 荡漾着 对你无限眷恋 无眉的夜空 无眉的夜空 都在争起冬夜 在我心中 只有你的容颜 我怎么会忘记 这一切 你对我情真一切 我的思念 想流星划破夜空 穿过黑夜 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心愿 让恒星照亮夜空 天空 天空就天 带你回到我身边 天空就天 带你回到我身边 我的思念 像流星划破夜空 穿过黑夜 回到你的身边 我的思念 我的思念 让恒星照亮天空 天亮就天 带你回到我身边 美丽的夜 心语绵绵 你回到我身边 我像你 想尼 我 想尼 带你回到我身边 你回到我身边